今天的依资国估推介是领战823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减选原因是 领战就为公布9月底为止半年业绩 每基金单位分牌减少2.6%至1.5551元 领战减少派息主要因为停止着情分牌 如果撇除去年到中期着情分牌之后 今年到中期分牌增长1.9% 另一方面息后上升增加负债支出 领战负债比率微升到22.7% 平均借贷成本升到2.5% 负债组合之中 浮息部分由38.6%增加到43.9% 之前有大行指出 息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 借贷成本增加1.5亿万 领战上年到撇除着情分牌之后 每基金单位分牌2.967元 假设今年下半年同样增长1.9% 全年分牌3.0434元 以昨日收市价计息率6.1来 在现时加息周期之下收息回复并不特别吸引 如果息率要达到百里以上的吸引水平 领战需要回落到38元以下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